哈囉大家好 我是聖天 那這一次呢 準備的是很多白梯版型的分享 一件好的白梯 它可以讓你上天堂 白梯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輕便換的話 它有一些是V-Link 有一些是有口袋 所以穿出來的風格呢 就會完全的不一樣 現在呢 我當然要先介紹我這件啦 它前面有一個小口袋 其實是非常的可愛 那它就是有一點做一些反折型的設計 然後這邊也有 你看 白折 這裡白折 口袋的白折 那這樣的設計 它會讓我呢 胸型叫鼻挺 來穿一個西裝褲的話 就會非常適合 普羅大眾可以接受的版型 布料呢 非常的薄透 舒服 然後它這樣的V-Link 所謂的黃金比例的V-Link打造 穿起來 胸部有胸部 肩膀有肩膀 穿起來就會非常的好看 現在呢 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就是 竹節棉型的白梯 現在呢 穿好竹節型的版型 這個是屬於維武分秀的 然後呢 它這樣的布料 其實也非常透氣喔 然後這樣的衣服 超適合 穿一條牛仔褲 就是那種 凹度穿搭 五分袖呢 就會有一點正式的感覺 這裡有做一個開探T恤裝的 金金小設計 讓我們的穿搭 有一點層次感 它是比較做落肩梯 這就比較是屬於那種 漢系風格的穿搭 再跟大家介紹一件就是這種 寬大型的 穿完這些寬大型的衣服呢 你會發現到它這個尺寸呢 就會比較是屬於那種 Oversize 然後這個肩線也是做正常肩線 它這種就很適合穿寬褲 領維做一些裁縫的設計 正常的版型 就是你平常看到一般T恤的方向 高唇棉 高厚度的材質 蠻鼻挺的 你有在穿一個小背心 或是現在不是很流行那種工裝的背心 超級的適合 它這個就是休閒街頭的風格 最好遺件 這件是我特別喜歡 然後它也是一個 屬於我的時候出席 正常活動的時候會穿 你好 穿完這件衣服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最亮眼的就是這個 這個口袋呢 其實就是不規則型 它的裁縫就是那種有點垂距感 然後它的所有的版型也是很正常 那另外是做一個圓領型的 圓領型會讓我們的脖子呢 非常的有高度 可以上面來講就會覺得非常的突出 它這個布料呢 其實剛剛跟第一件的布料其實是一樣的 它也是彈性的 那其實有時候我在穿西裝褲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炸進去 然後就會非常的好看 就要搭配一些簡單的單品 就可能 其實白T只要有選擇不同的布料 不同的裁剪 不同的版型 它就會 呃 呃 版型 它就會 所以白T的變化其實非常的多喔 你會喜歡哪一件呢 分享 評論 加 關注 然後呢就會抽出 身 味 給大家 好不好 期待下一次的好物推薦